现在疫情严峻,许多弱势学生无法回家,更是没有打工的机会 对此,为了协助办学并帮助这些学子 中华佛教神协会与财团法人披露金色 联合捐赠玄奘大学1000万元 作为校务发展基金,判创实校内设备并帮助这些学子 董事会所得到的募款是会把它放在属于硬体的设备 还有比如说境外学生,还有低收入,还有弱势生的奖助学金 尤其比如说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回家了 那回家之后呢,有一些学生呢,他一定要住宿舍 疫情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打工 也没有工读的机会 那大家都守在学校里面 所以呢,这些赞助款过来之后 我们给他们的一些爱心餐 给他们一些那个什么,工读金 给他们一些学费的补助 我相信对这些学生呢,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财团法人毗如金色,执行长秋淑会表示 身为佛门的议员,希望借由捐赠能够投入伴学御才 借由教育提升社会的真善美 财团法人毗如金色,身为佛门的议员 我们希望能够共生,共襄胜举 投入伴学御才,来借由教育提升社会的真善美 来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 我们义不容辞,而且予有荣烟 先议员曾正宜表示 相当感谢捐赠单位的爱心 也希望各三星企业能够一同响应,共同关心教育及弱势方面 使社会更加温暖 两个单位捐赠一千万的基金 捐赠一千万的现金 来帮忙我们大学 有很多学生 他们也很想要好学,想要胜尽 但是有的是没有钱,走出学费 甚至学校这些软体的设备 非常欠缺这个经费 希望我们的社会团体 社会的企业家能够抛专 来共同来重视我们这个国内的教育 教育界 在此感谢两个单位的帮忙 在疫情的当下 许多境外极低收入库的学子都无法回家 更是没有打工的机会 相信在善心的捐款后 能够确实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得中文俊南投采访报导 下期见